大家分享一个比特犬咬哈士奇狗的故事 在视频的开头呢 我们就发现一个比特犬呢 已经咬住了一只哈士奇 大家都知道啊 这比特犬是出了名的凶猛 它是斗犬之王 这哈士奇呢 它是出了名的呆猛可爱 不然而言之 它是比较傻 那么一旦比特咬住哈士奇会怎么样呢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哎呦 很多很多的人都去帮助这个哈士奇 可惜这个比特犬的嘴实在是太紧了 只要咬住 是怎么也不可能撒开的 无论人们是揍他呀 泼水呀 还是掰他的嘴都不管用 这条比特犬是越来越凶 嘴里发出呜呜呜呜的声音 哈士奇也在一边惨叫 在凶猛的比特犬面前 这哈士奇是只有招架之空 并无环口之力 哎大家看这里 哎呀这个比特犬 都过这个哈士奇跑了又好几米 而且这个比特啊 很聪明 他下嘴的地方呢 都是哈士奇的脖子 长次以往 估计这个哈士奇坚持不了几下子了 旁边的人急坏了啊 七八个人对着比特犬是拼了命的踢 刚才警察连电棍的动用啊 不管用 这只比特呢 彻底的被激起了狩猎的本能 还好热心群众多呀 经过这么一番七手八脚的巧救啊 这个哈士奇终于从比特犬嘴里就给解脱了 比特犬呢 也被众人给踢走